今天分享一个产品精绣的一个工作网友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保留这个文字不变的情况下 把这些瑕疵的细节一键修复 文字保持不变 这个是一个重点 因为之前精绣产品的话 这个细节都不会保留 都会被修改 达不到这种一键修图的效果 这次这个算是目前产品精绣一片最完美的一个工作网友 一键修复 写这个文字保持不变 这是原图 经过它修复之后 所有东西都重新绚完 但是细节全部保留 这就很牛 好 再看一下这个细节 比如说这个手柄 胶什么的 经过它修复就自动 全部去掉 这样子就顺序 我们去PS这样子去精绣的一个过程 它的优点就是文字细节都保留 比如说这个是原图 经过它修正之后 关折就非常完美 结构也非常完美 再看一下这个细节 比如说原本是这样子 经过它经修之后 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很适合 产品的细节精绣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的修复的工作网友 比如这个是之前用IPI的一个工作网友 产品精绣的一个工作网友 用什么根权 什么什么等等 非常复杂的去控制 但是它最终修复的结果是 比如这样子 产品看起来好像很好看 但是跟原图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种产品精绣 已经不适合 这种需要保留细节的一个 比如这个文字什么全都变了 结构也不对 它只是大概参考这个产品结构 所以这种工作没有 就不适合产品精绣 它就不适用 细节都没有 所以目前这个是最牛的 比如这个结构 修过之后 结构保留 但是贯折度重新重回 非常完美 还有先这个大手 这些瑕疵它都会自动调整掉 先这个瑕疵一下子就 都搞定结构太原理解 这种细节就 一步到尾全修 最最最重点就是这个文字包没有 非常好 等一下我会先细介绍这个工作没有 我现在用的是断导音的在线进线 大家不想本地部署安装模型等等节点 直接点开这个最新过的进线 在线进线打开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是在图像里面 你采用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以下这个是以前的产品新秀可以淘汰了 用这个 然后我这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可以使用的 就不用抗议部署或者安装模型都已经内置安装好的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还有食品的满面条跳舞 还有对口型生成或者食品生成 食品分割重回 还有语音类的五秒钟课文音频 或者文字生成音频或者编辑音频 或者语音课文加变声或者提取文声等等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最新最全的一个 工作人员SD3.5或者风奥克斯生图 最新的这个门连精准修复都有 所以用进线是最完美的 就不用抗议部署 想要本地安装的话 可以点开我的笔记 点开根坡UI教程 就会挑战到这个工作人员位置 这个进修的工作人员是在图像里面的 这个第三个尼采燕 它主要用到的节点是尼采燕 但是我们用它来修复产品 非常完美 现在介绍这个尼采燕 尼采燕我上期介绍了 它其实就是一张图通过它这个尼采燕的节点 重新生成一遍 等于是把这张图倒着生成一遍 它就运用了生成这张图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复制 然后在底下让它重新再生成一遍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这个增加细节的前度 去还原这个产品的特征 用这种方式去进修产品 出来的结果非常完美 就是可以保留住这个文本的细节 及产品的结构 但是又去掉了产品的瑕疵 就决结了一部修图的 算是最实用的一个工作没有 产品修图的工作没有 先比于它原本的作用 我觉得用来修图是更有价值的 它原本的作用只是 参考这个产品风格 生成一张跟它类似的图 比如说 我现在把它单成是 图线参考的节点来使用 不是用来修图的话 那我就是把它这个全种 参考的全种条例调到9 好 我们再生成一下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不适合 用来继续产品了 因为它参考的全种太低了 它就不限这个原图 它只是参考这个图线 去生成一个图线 这个时候它的功能 只是图线参考 比如说结构什么完全都变了 但是它参考了 它这个红色的文字的位置等等 但是结构完全不对 所以这个就算它很好看 但是跟我们的产品完全不一样 它这就不进修了 它这是换图 换产品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 原本是图线参考用的一个节点 用来做产品进修 就非常完美了 把它提到二十五或者二十没有 比我说二十没有 而生成 提高它的现实程度 它就保留了这个产品的一些文字细节 就非常完美的保留文字细节 这个文字的细节就都保留了下来 但是你看这个缺陷它也保留了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不保留这个缺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手动的稍微 建立一下 然后再生成一下 直到你满意为止 比如说这些瑕疵 但是我是不想保留的 我只是想保留这个文字而已 那你就手动的去调节它的强度 这个大概是开始进入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 如果我调低了 它这个瑕疵就不保留了 非常完美 但是这个地方又有一点点瑕疵 所以你就可以继续再去微调 我不想保留这个瑕疵 把它再建立一点点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 其实它已经修复的非常完美了 比如像这个细节 都给你修复 所以这个就达到我们产品进修的一个 需要的一个效果 在不改变这个结构的情况下 修复这些瑕疵 如果是PS的话 这个从里进来就非常费劲 比如这个沾沾的 这个修复就非常费劲 通过它这个节点 可以完美的一步到位全部修复 比如这个结构不对 那我们就要提高它的权重 去解决 先比这边 那边就光滑很多 就是去除很多产品细节下室 这边还是给它调到25 也可以把开始节目的时间再提高 调到5 只要通过这三个 一个是整体的权重提高跟间调 底下两个是开始节目的步骤 跟结束的时间 比如结束是28 那你这边最高就只能跳到28 比如这边最高你就只能达到28 就是这个功能 节目在你生成步骤中的一个 开始跟结束 因为我在第五步的时候 节目进去 28步的时候结束 跟它最后的步骤 结束时间是一样的 这样子去很精准的去控制 就可控性很强 比如这些丢失那细节 对不对 把这几个孔给没掉 OK那你就可以把细节再增高一点点 它就会把它给增出来 比如这个就重来 那这个效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因为它把这个 瑕疵都给你还原了 就太显远途了 等于是没有变 所以最好最后结束的时间 一点给它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 因为这个s调到25 给它一点点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 因为如果你从1到28 那它等于是还原到跟原图一模一样的图 所以这个细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就解决了 荧幕刚刚好 这个空也在 这个产品的瑕疵它也修复了 就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人员最大的优点就是 对文字的保留 还有产品的细节保留 非常完美 比如像这个T 保留非常完美 这个是其它API什么什么 那种技术它做不到的 所以只能通过它这种 叫什么 逆彩案去解决 把这个修得非常 比如这个上面有很多物质啊什么的 如果你用手动去修这个是非常费劲的 但它这个工作人员就一步解决 基本上就 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在这基础上你可以再去 多抽卡即可 至于这边这个我就不展示了 因为它修大的话没问题 但是修这种 精细因为有文字的或者结构非常复杂的话 它完全就没结构了 所以 你就算用这个宪告去控制啊什么 它也不会控制到那么精准 它会 就像这样子 这个万七八糟的 所以 这个工作人员它是无法保留到那么细节的一个目的 目标 所以 产品精修 实际上这个就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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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